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51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传承系列的Dead End 这款的话呢 是汽车合体成型当中的其中一款 先天已经给大家分享过这个黄色的抢劫 还有这一款蟒状 然后这一次的模具呢 我看到的时候呢 我以为是哪个家伙的改模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像合体战争时候的玩具的体型 而且它的背包的话呢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背包的时候 我第一个时间想到说不会是用这个盲装去改的吧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啊 它确实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新模具 那跟其他两个同时小车的成员的话呢 就合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笔信 笔信好 这个笔信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友善语言啊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它附了两把枪 那有紫色的涂装 那这个枪的话呢 如果你不想握在手上 它身上还有其他几个插孔啊 就是可以各位做一个安插来使用 你也可以放在后面 尽管的话呢 我是觉得还是双枪侠感觉是比较帅气一点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它的一个整体的缺点在于说 变形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两腿合并上的话 稍微有一点难度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 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当还怎么样 这个小结合的一个位点 稍微有一点小白痕啊 不过感觉应该还行 那空洞的话倒是有几处 手臂的后方 还有这一代也是一个割裂的感觉 出拿到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款玩具的印象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做得太壮了啊 尤其是相较于同样一个队友的话呢 你这个家伙简直就跟 对不对 就跟这两三年来长胖很多的胡肤奇色一样啊 怎么看你 你以前也曾经是这样啊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 而且不是只有侧面变宽 你是连肚子都变大了 那这款的背包倒是 嗯 虽然有点大 但处理的还算可以 因为它卡的很紧 我觉得还算喜欢了啊 那这个这个家伙的塑胶也是比较坚硬 比较厚实一点 把玩起来也不错啊 那么面雕的话是紫色的眼镜 可动的话呢 给各位做个展示啊 这个基本上是除了拳头不能转之外 基本上能动的部分差不多也都有 膝盖的话呢 看上去好像很笨拙 但其实也有90度的一个转折 那这个脚踝的话呢 一个接地已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一个一个一个配备了 那整体玩具的话呢 嗯 出拿到啊 确实不是很喜欢 但玩过它的变形之后呢 觉得好像还不赖啊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那么作为合体的成员的话呢 你也可以当成是说呢 哎呀 不管怎么样了 为了要把汽车合体 你还是得把它给收起吧 对吧 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 它的手腕的话呢 这个地方手臂啊 这个地方要变成一个门板手的一个感觉 那它的话呢 由于这里有一块凸的关系 它往前往后转的话呢 基本上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转折 转折的一个极限的啊 先把这个手臂啊转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轮胎的话呢 给转下来到这边 那我们把背包给打开 背包打开之后的话呢 两侧啊 这两个卡扣松开 头的话呢 揪住啊 这个头往下掰啊 按这一下的话呢 是比较用力的啊 把它头按下去 是要花点力气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妥协 让你把头给按下去的 再来的话呢 把它的两手的话 朝中间给塞进去啊 把头这边塞进去 这个头引擎盖 盖下来 整个给盖下来 这个前面的话呢 是比较没有问题啊 严丝合缝了 压下去就没有问题 再来脚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啊 各位留意一下好了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给抠开 它这里是有结合卡扣的 把它给松开 这里 两侧都给松开 然后的话呢 把腿给往上缩短之前啊 我会建议各位先把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咬合的卡扣 我建议是前前后错位这样子把它给给扣进去 扣到底啊扣到底 好到这个情况下 我们再把它往前面收上来 然后呢 两侧啊 有两个红色的这个凹 扣进这个洞里头去 把它给扣上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脚底板给扣上去 那么这个脚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个白横的部分 就是这一块啊 这一块 它两侧的话呢 我先把它给 拉这个角度看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其实是 这这一侧啊 它是由下往上勾住另外一边 那这里的话 其实它还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点在这里 看到吗 这里 其实它两 最尖端有两个小凸 要塞进这两个 缝里头 这两个缝里头啊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把这两个凸 塞进这个缝里头的话呢 光靠后面那个卡扣的话呢 它绝对车尾是会刚裂的啊 绝对是会刚裂的啊 你看这两个看起来很短小 但它确实扎进去之后呢 短小不是问题 你扎对了点的话呢 效果就出来了啊 保证密合度很好啊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整个车尾巴呢 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密合 当然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裂缝 可是呢 你这个地方你不这么做 它是整个车尾这个地方是直接裂开的 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呢 就是特别要给各位做一个强调 那轮胎什么的话呢 就捏一捏就可以了 那滚动性也是很好的啊 那我今天是在这个我的电脑桌 前面做一个录制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平常工作拍影片那个桌子 现在东西太多太凌乱了啊 这张桌子也是没有很 也是没有说很 很很很很干净了啊 但是我觉得 我就喜欢这个样子啊 我就放轻松来录这一集 很简单的 那么这款Dead End的车型的话呢 我觉得挺漂亮的啊 从上方来看的话呢 除了车顶两个大洞之外 其实问题也不大 而且它的轮框啊 有铁灰色的涂装 侧边来看 分割线也是尽量做到很少了 底盘啊 一整个非常的扎实 然后车尾巴啊 车尾灯没有涂装 这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点准 然后呢 它所附带的武器 可以扣在后面这里 相对来说 还算还算合理 不至于说太夸张 不至于说太夸张 那滚动性真的很好 它这个底盘呢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 这个Bumber一个底盘 OK 那它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跟 他们的老大汽车大师 来做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这个 比例大不大 好像 好像 不知道是它太大 还是它的轮胎做的太小 如果是看轮距的话 这个大货车的轮胎 就不可能 跟这个小车的轮胎 是一样大的啊 所以比例上还是稍微 有一点点小问题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什么 很大的一个毛病了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 这一款传承系列的一个 汽车克里当中的第三位成员吧 Dead end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